过两天呢就打算去广州参加活动了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 每一次我好像出去外面参加活动都穿那一套 有尾巴的那一套 然后我这一次呢就想来换一套我们洞组的盛装 现在到老板这边来租一下衣服 但是他这个门为什么要关门啊 应赶货 6月1号之前暂时无法接订单 望各位新老顾客谅解 你怎么办呢 有衣服吗 好 好 太难了 你还要问你怎么办呢 这还要找你 这还要找我 有一件这个 然后有一件这个颜色的 这个颜色呢就是模仿那种以前的洞布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艳一点 可能显年轻一点 你觉得这个蓝色好看还是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那就试两个都试一下 怎么样这套衣服 这个是蓝色的打底 就是这一层都是蓝色的 然后等会我再换一个那个 我们以前的洞布的那种颜色 好记住这一套 这就是第二套了 就有点黑色 好像有点不太艳 纠结啊怎么办 到底该穿哪一套 蓝色 蓝色 还是喀色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这个看起来呢 就像我们以前抓蚂蚱的那种 把里面放蚂蚱进去的那个篓子 但是呢 这个也是我们以前 就是用来绑头发的一个发揪包 什么叫发揪包 给你们展示一下 这里不是有个洞吗 对吧 绑了一个揪揪之后 把这个蚱蚱放到这个洞里面去 这有点跟以前的皇帝 然后呢 还有一根发簪 会从这里穿过去 穿到这边来 就这样子 但是我们一般带这种蚱蚱包的话 一般不直接这样正带着 正带着就变成以前的那个 叫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官职的那种 老爷 然后我们是这样侧带的 要带着侧的这种 然后还有个发球插进去 就这样 好看吧 但是没有这个毛线球啊 这个毛线球主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他们六一月东节不是马上快到了吗 就给小朋友带的好可爱 下次我也买一个了 这个买一个来带一下 以后出去表演节目 人家说你的头上干嘛要 套一个那个抓蚂蚱的那个啾啾啊 还挺好看的呢 那我就定这一套 拿这一套蓝色的 搞定 这套衣服闪亮登场 走吧 回去 等会又要准备去出差去了 又只能留我儿子跟奶奶一起在家了啊 对不对呀 是呀 你跟奶奶在家里面乖乖的 好不好 好的 抱抱 请妈妈买一个 来 请妈妈买一个 好 请妈妈买一个 嗯 嗯 嗯 哎呦哎呦哎呦 像头那一样 哈哈 一桶酒 还有一个袋子 这袋子里面装的全是冻装 还有这个里面有一个秘密神器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你们绝对猜不到 那个是什么东西 今天自己开车去三江南站那边 然后就坐高铁去广州 到时候又到广州去跟我姐姐会合 因为这一次的出差 我一个人是完不成的 所以呢就只能 请我姐来帮忙了 你才能注意安全的哦 还慢点啊 嗯 拜拜乖乖 一路顺风 哇 平安到达目的地 是不是 过三天见啊 三天见 乖叫一下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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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睡觉了 嗯 早咯 妈妈早咯 你爸爸的船桨 现在是带你去游泳啊 他可能咬一股 这不可以 咬一股 咬一股 哎呀 哎呀 走了啊 哎呀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这么狼狈 这些衣服实在是太难了 回来的时候 给寄快递回来好了 为什么过去的时候不寄快递 是因为我不知道那边的地址是什么 哎呀 到酒店了 现在来这边签到一些 你好 签到在哪签 这里签到这 二维码 好的 这不是明天被安排的一个任务 得上台吗 所以呢 现在是晚上的九点钟 被平台的老师叫到我们的这个晚宴现场 来彩排 看到人家每一个人都 各个有身怀绝技 就我 我能干嘛呢 瞬间觉得好有压力啊 我的天呐 因为大家都太优秀了 给大家看看啊 又有古装 琵琶 打蝉 什么等等 哇塞 真的好优秀 你看台上 正在准备当中 真的 明天是打算谈这个是吧 武术老师 你们三个一起 挺好的 我明天 我明天在最后 明天三位老师一起同台 有 那个古装的琵琶 还有我们的一个武术老师 哇塞 好期待他们的表演 那我现在台下看 果然啊 才华还是很重要的 以后还是要好好培养 小孩 多学几个才华 多学几个才艺 好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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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